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今天妙招姐来教大家 如何自己在家做万能蘸料 拌啥都好吃 做法非常简单 第一步,我们先在碗中加入适量的蒜末 适量的小葱 适量的小米辣 一勺白芝麻 一勺辣椒面 接着,我们在锅中热一点食用油 把油加到七成热 七成热就是看到油渐渐开始冒烟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热好的油给它加到配料上 油要分三步加入 每加入一次要搅拌一下 这样可以充分激发出所有配料的香味 接着,我们再加入三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白糖提鲜 然后再搅拌均匀 这样,一分拌啥都好吃的万能蘸料就做好了 喜欢吃香菜的,另外还可以再加点香菜 这个蘸料,无论我们是用来蘸饺子 吃上火锅还是做凉拌菜都是非常的适合 大家自己在家可以多做一些装在瓶子里放在冰箱里保存 要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就可以了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凉拌黄瓜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和凉拌木耳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或回复 凉拌黄瓜和凉拌木耳就能看到 除此之外,大家关注妙招姐 还可以看到500多个使用有趣,省钱省电 编飞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